演艺圈爆出一位女艺人是黑道的女儿 她是艺人刘依馨 平面媒体报道了 她的父亲就是在日本被黑道枪杀的四海帮前帮主刘伟明 而她的杀夫仇人正是号称男霸天的黑道人物杨霜武 梳洗头发穿上围裙拍MV艺人刘依馨73年次 拥有美胸皇后封号 在演艺圈闯荡多年 拍过电视剧电影也出过书的她 被平面媒体报道 身世相当传奇 据传她的父亲是在日本被黑道枪杀的四海帮前帮主刘伟明 镜头前认真教学化妆 刘依馨出道多年也经营不少副业 不过演艺圈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家世背景 现在传出有个黑道老爸 而她的杀夫仇人正是号称男霸天的重量级黑道人物杨霜武 父亲刘伟明在日本被杀后 刘依馨由母亲一手扶养长大 平面媒体求证刘依馨坦证刘伟明是她父亲 不过拒绝受访 希望家人不要受打扰 经纪人则说这件事已经很久远了 没有必要再提 父亲是四海帮前帮主刘依馨家世背景被翻出 再度登上新闻版面 不过她只希望在演艺圈的努力 受到大家的肯定 中文台北综合报导